接著到2019年的第四題 部分A就叫我們factorize 4m²-9 4m²-9其實就可以寫成為2m²-3² 即是a²-b² 所以憑借著identity我們會有a加ba-b 即是2m加3乘2m-3 到部分B 你會發現現在有2個暗孔 但你不像我們平時的m²-mn-n² 你看這個其實也是一個確載的配料 但今天不是的,你的n其實只有一次方 所以我們想一下就應該不像我們平時做的那些 而簡單來說我們會看到三項都有一個n 不如就抽出n 就只有2m²-7m-15 那2m²-7m-10 這個就是一個chorzylic polynome 所以我們可以對著它做一個formula01 打回2-7-15 那出來答案這個就會是2m-3 OK 而另外後面那個就會是m加5 我們就成功factorize partb的答案 最後到partc partc 你會看到其實它的五個數加減 其實跟partb很相似 但你會發現partb有些問題 因為你會發現其實它每一項的正負是調轉了 所以為了 為了迎合我們partb的答案 我們應該會把它抽出-1 抽出-1之後 你會發現它會變成2m²n加7mn 再減15n 其實後面這個就會是partb的答案 所以你會有前面這個 就是2m加3 2m-3 那就減回n乘2m-3 再乘回n加5 那你就會發現現在 這裡有個2m-3 這裡也有個2m-3 所以你就可以抽個2m-3出來 那就會剩下2m加3 減 後面插完它好的話就會是減nm 再減5n 留意因為這個-n乘這個正負 就會副正負 所以變成5n 而不是剩5n 就是這樣 這就是我們2019年第四題的答案